歡迎收看台視新聞全球現場 我是張寧 訊欄想要帶您關心到 台中五七一名女騎士九家騎車外出 在一出路口違規左轉 跟另外一輛機車發生的碰撞 兩個人當場摔車 而在文新松寧公園的外頭 則是有一輛白色轎車偏離車道 衝到了人行道上 把15根停車主通通撞斷 就連耗枝桿也被撞到歪斜 路口綠燈車輛剛起步 對向一名煤蛋安全帽女騎士 每兩段是左轉搶快鬼切 遭執行騎士從側邊撞了上去 兩人當場摔車 執行騎士腳折了一下 整個人趴在機車上 痛得無法起身 釋法在台中五七文化路 與建國北路口 散散碎的原型女騎士 疑似要到超商消費 勞路口違規左轉 不慎於執行騎士發生碰撞 多處擦傷 警方查出原型女騎士 九車值超標 除了一公關危險罪送辦 煤蛋安全帽違規左轉 再開罰五百和一千八百元 另外在市區文心森林公園外頭 一輛白色轎車突然偏離車道 整台車騰轟飛起 衝撞人行道上 挨拜停車柱 15根停車柱 就像打保林球整排全道 就連耗製感也彎腰 十字九车未有酒精含硬 發生造勢原因為未注入 全程狀況 瞭解男子凌晨駿駕駛自小科車 行進文心路時 自身因機械故障 導致方向盤往右偏移 發生自撞 駕駛四肢擦傷自行就醫 車禍主因警方排除是疲勞駕駛 持續正半鐘 接下來是我們張台中參謀道